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的成长和变化得到了导演的称赞 称赞男主王是他的灵魂 他坦言自己有口高症,不喜欢穿高跟鞋 但为了角色的需要,他不得不穿上高跟鞋 这种恐惧与勇敢的矛盾心理,更让人敬佩他 然而,杨子的演绎事业却并非一帆风顺 他多次经历过角色转换的痛苦 甚至还被制片方邀请出演反派 却在关键时刻被换掉 还有一次,他原本是主角,却被取代了 这样的打击让他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但他没有放弃,继续努力前进 进入娱乐圈后,杨子的父母一直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他们一直支持他的选择 给予他无限的鼓励和支持 然而,作为一名年轻演员 杨子曾因的不到认可而感到自卑 直到出演《湘密沉沉浸如霜》 这部剧大火之后,杨子的生活才开始变得凌乱 几乎每次演出都会引起轰动 近日,杨子选择出演《长相思》 他表示,这是因为剧本深深打动了他 他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他希望通过这部剧挑战自我,展现更多不一样的一面 杨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自卑,不被认可的女孩 也可以通过努力和坚持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的成功不仅归功于他的才华和努力 还因为他敢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和恐惧 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努力、坚强的杨子 也给了我们更多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动力 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卑而放弃过? 杨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让我们向杨子学习,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 杨子,备受期待的演员杨子 这个名字如今已经成为娱乐圈中熟悉的存在 出色的演技和真诚的性格是他成为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 从初到一时,他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对表演的热爱 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了红货男主的代名词 每一部剧都能如愿以偿 杨子为何能成为红极一时的男主 首先,他的表演可以让对方在轻松的状态下表演 制片人侯洪亮认为,杨子对待每一部戏都很认真 能和搭档建立起良好的默契 他注重与对手的互动,给予对手足够的空间和信任 这种放松的状态让男主们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演技 与杨子一起塑造令人难忘的角色 其次,杨子每部剧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对角色的理解和塑造都非常好 能够真实地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 他以真诚的演技和扎实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他在积累经验中不断突破自我、创新 让每一次表演都能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 杨子的努力和实力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乔欣在接受采访时对杨子赞不绝口 他称赞杨子善良不适利,对工作人员友善,永远保持新鲜感 这样的评论说明了杨子的性格和合作态度 也让其他演员愿意与他第二次合作 不过,演员的知名度和男主的关系是有限的 更多取决于导演、编剧等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 新剧《国民丽人》开播令人兴奋,因为团队值得信赖 杨子的加入将为该剧注入新的活力和火花 无论是戏内还是戏外,杨子都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他的努力和实力将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杨子都能通过扎实的演技和真诚的演技 将自己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使他成为备受期待的女演员 人们期待杨子在未来的作品中能够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 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杨子是一位让人期待的演员 他出色的表演和真诚的性格使他成为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 他的努力和实力赢得了同行的认可和观众的喜爱 无论戏里还是戏外,杨子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对表演的热爱 期待他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发挥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杨子自爆演戏遇到困难,凸显行业竞争压力 近日,中国著名女演员杨子在参加某综艺节目时透露 自己在演艺事业上遇到了困难 她获得角色的机会较少,有时甚至被替换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让我们看到了看似光鲜亮丽的娱乐行业背后隐藏着的竞争压力 作为当今娱乐圈的当红明星 杨子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亲民的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 然而她的演艺事业却并非一帆风顺 据悉,杨子前期皆细遇到困难,有时在开拍前就被替换 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杨子作为当今娱乐圈的当红明星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亲民的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 然而她的演艺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 也经历过一些困难和挫折 据悉,杨子在早期的演艺生涯中遇到过一些艰难的时刻 当她刚刚出道时,她就面临着角色的转变 有时,甚至在开拍前的最后一刻 她也被临时替换 这对于一个新进演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次换人不仅对杨子的事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也让她深刻体会到了娱乐圈的残酷和激烈的竞争 然而,杨子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击倒 相反,她凭借自己的坚韧和出色的表现 逐渐突破困难,展露头角 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精湛的演技 她终于获得了观众和业界的认可 从初出茅庐的演员到如今的当红演员 杨子的成就不仅是演技的提升 更是在逆境中锻造出的坚强性格 杨子的事迹也成为很多年轻演员追逐梦想的励志 她的经历告诉人们 成功的背后往往有不为人知的坎坷 但只要坚持不懈,坚守梦想的信念 最终就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光明时刻 因此,杨子的演艺事业虽然一波三折 但因为坚持和努力而显得更加珍贵 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年轻人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这一事件反映了我国娱乐行业的激烈竞争 在这个看似要演的行业背后 很多演员都在努力争取表演的机会 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演员之间演技的比较上 还包括他们背后的资源和人际关系 所以,杨子的自曝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勇敢和坚持 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另一面 面对这样的竞争压力 演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我们也希望娱乐圈能够给予演员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 让他们的才华得到更好的发挥 另外,观众也应该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演员 演技和实力是衡量一个演员的重要标准 但人气和人气并不是一切 我们应该关注演员的成长和进步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对此,杨子的自曝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竞争压力 也提醒我们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 演员需要不断努力提升自己 观众也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只有这样,我们的演艺事业才能更加繁荣、发展 肖战霸气登上春晚颁奖典礼舞台 访问量突破100万 大年初一,春晚颁奖典礼推出插播活动 当然,也少不了肖战这位在春晚大受欢迎的实力派演员 不仅如此,肖战的访问量居然突破了100万 顾名思义,大家都很期待肖战的春晚舞台 希望能舞台上的肖战闪闪发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整的排行榜中 肖战以100万访问量成功机身前三 分别是邓伟、刘宇宁和肖战 更重要的是,肖战已经被确认在名单之中 大年初一晚上有黄金时段的舞台仪式 据悉,青年演员肖战成功登上春晚颁奖典礼的舞台 主办方发起了一场插班活动 肖战再次展现了自己强大的号召力和人格魅力 肖战的访问量已经突破100万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肖战的春晚舞台都是期待和怀念的 目前看来,肖战还没有加入央视春晚或者地方电视台春晚的迹象 没关系,大年初一我们还能见面 肖战将登上年度电视剧盛典的舞台 他也将陪伴大家一起过新年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大家继续串门肖战家 纷纷表示已经锁定元旦,晚上会见到肖战 同样出现在本次舞台盛典上的嘉宾艺人 还有唐嫣,赵又婷,胡歌等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央视邀请客座艺人不是看所谓的流量,而是看实力和品质 肖战拥有一切 总之,祝肖战一切顺利,我会一如既往的期待肖战 希望肖战一切顺利,越来越好 如今的肖战正处于极其火热的发展状态 这就是肖战的正常状态 希望肖战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勇敢前行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